NEO聊事記 天天東跟星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馬來對上條盾的對決 好 那我們稍微來講一下馬來 馬來的話 他的一個步兵 是一個雙刀有勢 是一個特殊的一個單位 那他這個單位呢 只要0.5人口 那造價也是便宜 只要15黃金就可以了 那馬來的話 他其實比較算是偏向於海國的 就是有海的地方 比較吃香一點 因為他捕魚有加成的 好 那馬來的話 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的一個大象 他的大象的價格是非常非常便宜的那一種 他是有遊戲裡面的 毛相夫是最便宜的一個文明 但取了帶子 他的鎧甲是比較差一點的 只有1綁而已 那也很容易被招響掉 好 那再來就是 他以生文明的時代速度來說 是最快的 那升級下個時代速度 提升66% 那他不管是每個時代都是這樣子 所以有一些馬來的人 他會打一個樹地打法 然後直接打強弩 直接射進去 好 比較猛 因為馬來他本身的攻兵路線 是全開的 拇指環 三級射 三級訪都有 所以這個馬來 這個樹森帝王這個戰術也是有的 好 那再來講一下這個強制升兵這個科技 他的金冠 他的民兵系 可以升級到雙手劍兵 不能升到劍兵 但只要升完這個科技之後 他的雙手劍兵就不用黃金了 算是相當白嫖的一個能力 好 那我們就來講條盾吧 條盾 條盾的話 那他的農田很便宜 是遊戲裡面最便宜的農田文明 那條盾他的特點 就是農田很便宜只要40倍 直接打6折欸 哇 其實很多欸 人家撒2片田 你可以撒3片田 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 非常便宜 那再來就是 他的一個草藥雪 是免費的 還有這個禁色孔 所以他的一個步兵加上塔弓 就是塔弓 裝甲塔 也算是蠻厲害的 而且條盾 他的一個步兵 是非常硬的 步兵跟騎兵 會有這個禁防的一個加成 所以如果條盾打塔弓來說的話 也是不吃虧的 而且他的助手單位是2倍 而且他的僧侶治療距離也是雙倍距離 所以條盾來說 只要打僧侶 然後塔弓 然後步兵 給的壓力也是蠻大的 機器人上這個組合 只怕工程器而已 那工程器 再加上一點火槍的話 其實就會比較好打一點 這個打法 但這個打法很少出現 我們這個頻道還沒有出現過 有機會的話 再來跟大家探討一下這個戰術 好 那我們來看兩邊的一個 支援點吧 目前看起來條盾的這張圖 還算可以的 因為他要防守的話 也算是OK的 這裡微一下 然後這裡用TC連防 這裡也差不多 那我來圍過來一下就好了 但是這樣子圍的話 消耗的經濟也是蠻大的 更好圍的方法是這樣子 直接這樣子圍圍圍 然後這裡圍圍到底 金礦區在裡面 果樹在外面這樣子圍法 對他來說會更好一點 因為前期就不需要消耗太大量的村民 去做圍家的動作 那省下一時間就可以去採資源了 好 那來看一下馬來 馬來的部分 看起來是 問題 比較大一點的 剛剛看起來 這邊馬來如果前期要圍死的話 比較難圍 右邊這裡要圍 然後這裡要圍到底 投資的資源絕對是 比條動還要多的 那這邊也有可能有點難圍 要這樣子圍 這樣子圍 更簡單的圍法 就是 像我們剛剛說的 這樣子圍 然後這樣圍過來 然後這邊再拉一條 拉一條 再邊 過來 就變成這塊區域都是安全地方 左邊這邊就直接先放棄了 到了城堡時代 有機會再慢慢圍上去 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馬來這邊直接不圍 直接打個棒棒快空也有可能 因為只要地形很差 通常都是會打這個棒棒 然後轉張甲 然後再轉一個射箭場 打一射箭場 然後去做一個騷擾進攻的方式 好 大概是這邊條盾 這個升封箭場蠻早的喔 十九匹 好沒有不到二十人口 這個十九匹就上了 但是我也是蠻習慣十九匹春以上 因為我覺得早點上比較安心一點 雖然經濟上會比二十匹或二十一匹 我的過程給二十一匹 你是要直成是不是 不可能直成吧 這張圖你要直成 喔 二十二匹小公是不是 哇 上古戰術欸 兩三年前喔 很常打的一個 戰術喔 二十二匹小公 二十二匹 踩點封箭十代喔 然後直接四個人去挖金 先三人挖金喔 然後就慢慢補上八個人喔 然後雙射箭場的一個戰術 木頭要補到十到十二個喔 十二個比較安全喔 哇這看起來就是上古戰術欸 呵呵呵 越看越像欸 但是他這邊卻有出這個軍營喔 有出這個 棒棒 欸確實喔 他地圖很差 我們剛剛有說喔 地圖很差的時候通常會打棒棒 好 那以上風戰時代的條件 直接點下一級農田跟一級伐木 還是要打洛馬 要打洛馬的話 對馬來這邊會有點尷尬喔 因為馬來這邊是很難維持的 防守來說可能要好一點 好 防守能不能 我要這一隻獅頭 順利的騷擾到兩隻村民 這隻村民可能要被砍死了 回頭一砍 最有可能直接砍死喔 很有機會 哎呀 砍死一村 這一隻刺頭還被他跑掉啦 哇馬來這邊陷入了一個小虧狀態 好 這邊棒棒直接走進去 阿赫 阿里 走進來了 好看起來這個 裝甲是有要升級的 升級裝甲之後 威力就很強了 來看要怎麼打吧 射箭場補了一個 會再補第二個嗎 因為這個戰術喔 很容易裝射箭場 然後就會變成說 自己的弓兵很難擠出來 因為你這個雙射箭場 消耗木頭太大量了 然後肉有可能會斷村喔 所以這邊撒田也是蠻重要的 好不能再補第二個射箭場 我們要趕快去補下這個農田 好這邊交換看起來 中甲木兵直接揮捨掉了一隻 欸後退 這邊的進攻 嘗試一下 再砍一下 直接硬砍殘血的沒拉走 反而是讓血 欸 結果這邊畫得還不錯喔 看起來是不是換光了 OK那看起來 目前條論拿下相當大的優勢 但是這邊有轉出幾隻長槍兵喔 加小公快要進攻了 那這波第二波騷擾 能不能打出一些東西呢 那目前是五金的話 五金買來的話不會打雙射箭場 那這個戰術的話就不是我說的 雙射箭場 22匹小公的戰術了 那這邊算是一個 比較正常的一個開局 好那這邊 長槍兵 在後面發呆 沒做事 咦 為什麼住手了 欸呀 可惜啊可惜啊 好 長槍兵這邊直接過來 要硬戳掉這個木牆 好後面補三個房子 小龍直接硬射村民 喔但是這裡來的刺口有點多 直接圍直接圍 好補一個射箭場 壓金 不然會有點痛苦喔 好啦 但是條頓這邊 農田已經灑了十幾片田了 非常多喔 大概十三片田有了 十三片田 對上十不到十片田的 這樣把這個田補起來 至少這個農田便宜 也是我們一件重要的事情 好那這邊蓋一下之後 這邊來攔截這邊過來支援的單位喔 打得還不錯 但是沒有先把刺 沒有先把長槍兵解決掉 有點可惜 所以這邊刺口還是被換了一隻 長槍兵過來想用硬桶 但沒捅到 後面這一波小弓 還在補這個一擊一射 一擊一射還沒有好 看起來這一波進攻 條頓 算是還是小優的 馬來這邊 反而是 有點尷尬 因為經濟上有點 有點落後很多 因為這邊一擊伐木槍才點 然後跟 獸跟技術也沒有點 條頓反而是 一上洪軍就點了 所以這邊經濟的差距 會越拉越大 而且剛剛馬來又被收到了一村 所以這邊感覺是馬來的血虧阿 好這邊直接進來 直接硬搭 村民直接跟長槍兵直接硬搓 看來到水池一村了 一村直接被擊倒 兩隻戰狼出來防守 還想要再收一村 看來這四隻單位沒有想要留了 但是一定要再殺一村 OK 四隻單位殺兩村 賺爛了 這樣沒問題阿 這樣的交換我覺得算合理 哇 還在帶走兩隻肉馬 其實這個肉馬不用過來 繳局的喔 這個直接靠戰狼全部收拾掉就好了 這裡有點出點了 出現一點小失誤 哇 看 反正這兩隻肉馬是不用死的 那個戰狼可以輕了一局解決的 好 那看起來這一波進攻讓馬來 打到了一些優勢回來喔 但是上十代喔 還是馬來的一個 不好意思 然後麥克風還外外的 馬來的一個 烈士在 因為這邊 食物上看起來還是有一段距離在 但是沒有關係喔 馬來生時代速度很快喔 這裡趕快再補下一堆農體喔 還是有機會 追得上條盾時代的 好馬來這邊是決定要打工兵喔 OK的 馬來打工兵 是有強武戰的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再來就是 條盾的話要怎麼打 條盾看起來 目前黃金沒有補 黃金沒有補 但是我有挖這個絕晶技術 那天有再補 那看起來是會打騎士的可能性比較大 可能黃金待會要再補一點比較好 至少要補到8到9人 多一點 但是目前看起來配置是很OK的喔 因為他這邊 木頭將近快到10個人 好那防禦也點了 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空兵已經走過來了喔 這邊繞地圖繞了過來 欸有沒有看到那隻 伐木工 沒看到 哎呀直接走了進來 好看起來真的是沒看到 沒辦法 這不能怪他 這個視野喔 有點極限喔 因為你看玩家一起玩的 這個樣子就是這樣子喔 好那這邊 知道這個有主精喔 這個主精一定會有人喔 欸過來看一下 看到你了 I got you 直接開射 殘血村民 哇有一隻殘血往右邊跑掉了 好這邊能再殺一村嗎 很極限 這隻殘血了 收掉 nice 哇又賺兩村 馬來再四隻小公公立大公啦 好那這邊 已經死了過來就戰盲也過來了 這邊能再騷擾到一點 這隻是有動嗎 欸沒有動 欸行喔 沒有動的話應該是殺 欸靠有動喔 好 應該還有在十一村 哇抓三村 很賺 馬來這邊 反而超劣勢喔 殺了五村 有點打回來了 好 但是瑪拉利也升到了這個城堡時代 我來看這個極速升城堡 嗯...哇 這個速度喔 直標 好 那目前3TC也補下了 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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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騎士這邊要怎麼打呢 哇 騎士直接硬騎啊 哇 命在TTC下附近喔 但是還是直接騎弓兵 弓兵還沒有變成奴兵的狀況下 也沒有二級射 對於騎士的抵抗是有點困難的 好 家裡趕快補下這些大量的木牆喔 騎士跟戰毛全部都過來了 那奴兵的升級還沒有點下 大量騎士直接開一砍 下面有戰毛 右邊有騎士在繞 左邊這邊要直接打木牆進去了嗎 好 趕快 奴兵趕快升級 奴兵升級的話 就能稍微抵擋不住了 但是條盾已經3TC開農了 3TC開農 然後先前期暴徒幾隻騎士去騷擾 那這裡還有戰毛 戰毛趕快去射 去換去換 哇 戰毛趕快換了 不能變成奴兵之後更難換了 好 騎士直接往上貼 完蛋 馬來沒有控兵 損失相當大的一個單位 這個奴兵基本上是要送光了 哎呀 沒想到馬來這邊出現了一個 極大的失誤喔 本來剛剛殺了五春有點被打回來 我現在這一波送掉又被打回去了 哇 風向真的很亂喔 好 攻兵這邊開始慢慢的 射一下射一下 那家裡TC也補下了 OK 好 那這邊殺了的工兵直接被收掉了 騎士這邊射了幾隻村民 那村民術目前是馬來領先喔 42村打40村 但是目前條盾有軍事上的一個小小優勢喔 但是也沒有擴大得很大 因為條盾有點斷兵 因為這要來開始農技的經濟的關係喔 所以這個騎士不能按太多喔 很容易會按到斷村喔 陳茅爾時代 我以前也是很愛按這個騎士喔 按到後面一直斷村 然後倒到後面就會很容易經濟崩塌喔 所以這邊 出騎士喔 不能一直忙處喔 要適時的去停一下 不然你看這邊 村民就會停住了 像這樣子 騎士按過多 哇 你看TC就不能運轉了 哇 這邊就有點跟我一樣的狀況了 騎士按太多就會這樣子 好 那這邊一直斷村的話 馬來就有點優勢囉 可以慢慢把這個經濟補潛 但是馬來的現在問題是 只有雙TC喔 地上的TC還可以補向 那地上的TC我覺得 蓋這個位置還不錯 或是把這個TC蓋這個位置也是可以的 或是直接蓋主機 或是一個選擇 但是這個地圖喔 看起來對馬來非常不友善喔 好 那馬來順利的把這個彈道學補下了 有彈道學之後 就比較能抵抗 極視的一個進攻跟騷擾了 好 我們加速一下喔 看起來兩邊都在打打阿阿 沒有在幹嘛 好 這邊直接中TC 中TC要直接過去嗎 這邊沒有看到後面有挖 木頭的村民 直接滅過了 好 看起來這邊 這邊工兵要抓到了 直接開車 抓掉了一隻騎士 有彈道學的工兵就是很強 這邊在堵住 騎士也沒辦法回頭 完蛋 要直接硬上了 騎士硬上 直接擠火 唉呀 騎士 聖經送光 這個就是有彈道學的工兵喔 按的有點多喔 二十幾隻喔 現在移過去 條狀可能會頭破血流 這個很難擋喔 好 那如果工兵出去的話 家裡趕快補下這個修道院阿 抵抗騎士的進攻就可以了 那這個工兵阿 就趕快出去 去騷擾比較好 哇 這邊桃盾騎士又送了一大堆阿 OK 那地上的TC確實 該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蠻好的 因為有木頭阿 好 那工兵過來 來 這邊 直接走到木區比較好吧 射了幾發 好 大量工兵開射防禁 如果是我就會往左邊走 看看看 並不會一直想往這邊走 好 這邊留一隻工兵就好 做燒了 跟著山林走過來要來招了 招這隻工兵 好 那這邊操作 如果看起來是要撤退了 投車一出來的話 是工兵喔 不能輕舉妄動了 好 嗚 家裡更多的工兵過來了 好 那這時候馬來喔 可以蓋這個市集喔 然後趕快去點這個帝龍時代了 這個就是樹地喔 樹地打法 但是看起來也沒有很多樹 好 這邊有蓋修道院蓋一次生旅 但是生旅來不及遭牆就直接倒地了 好 那這邊換一下資源喔 趕快換一下 換到帝龍時代比較好 有帝龍時代的話 強弩就比較容易秀對方投子車了 好 這邊稍微買賣一下 買了一百塊肉 然後點帝龍時代 那你看帝龍時代只要一分多重喔 明明條頓是先點的喔 但是先上帝龍時代的確實馬來阿 那個樹地王的一個能力喔 比較不錯的 好 那如果樹地的話 現在現在要煩惱的東西就是要怎麼去 去進攻喔 還有這個 轉兵的一個過程 那家裡騎士喔 一直騷擾也是個問題 他要去試著去點那個長香兵喔 或是順便多一點 直接招搶掉家裡的那個亂 欸 這邊騎士又在送喔 尷尬 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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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一下 踢一下 直接倒了三分之 欸 四分之一阿 沒有到三分之一那麼多 哇 超多的工兵直接倒啦 投車就是打工兵這麼好用的 然後呢 家裡這個TC很危險 哇 這個直接鑽了過來 完了 好 那這邊工兵過來防守 工兵都要兩次騎兵 好 上到了帝王時代 這邊 哇 你看這邊改版喔 強母需要的肉量跟黃金量變多了 所以這邊只能點個強力護腕 就跟我改版前說的一樣喔 大部分的工兵的問題就是 你一上帝王時代不能兩個多點喔 很容易會有這個問題 結果這方圓圓溢出來 大家都說 你懂什麼 帝王時代 現在的肉量需求已經很多啦 已經到帝王時代兩個 一定可以同時點了 這個對方兵果裡面 怎麼太大傷害 我就OS欸 你們可能對於 高專局的一個對決 來不太了解 因為畢竟高專局喔 你上帝王時代的村民室 我可能有時候都不會破版 很容易在七八十四 就上帝王時代喔 那個肉量 我可能也沒法租到哪裡去喔 因為有時候還是靠買賣上去的 並不是直接靠農田上去的 所以這個肉量 絕對是會蠻缺的喔 你看這邊到馬來這邊 這個手推車到現在才能點喔 而且你看這邊化學也沒點 強弩還是沒點喔 帝王時代都已經過了這麼久 還是沒有點一下強弩 你看知道這個強弩的升級 對工兵果來說還是有一定的傷害在 尤其是在帝王時代 但是大家 但是大家 並沒有覺得 是一件很傷的病 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覺得這邊很傷啦 這件事情對工兵果來說是超傷的 欸這邊頭車 能砸到嗎 欸 我看到我看到 好這邊強弩式的秀操作 強弩還沒點啊 這邊黃金存蠻多的喔 看來是要直接 欸 要來打免費雙手劍兵了嗎 那家裡的這個農田要撒爆 這裡要全部撒滿農田 他還一直出這個免費雙手劍兵出到手 這個雙手劍兵還蠻強的喔 這個工坊是全滿的 所以這個馬來喔 打步兵加攻兵的組合真是蠻讚的 不要打奇兵喔 如果要打奇兵的話 就打這個 大象 打這個大象也是不錯的 畢竟大象很便宜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直接進入射程 但是強弩還沒有好 還有十幾秒 而且化學還沒有點 哇 化學還沒有點 傷害就會少一段喔 好強弩好了 變6加3 那化學呢 你的化學哪少點 現在點不好嗎 哇 現在有64隻工兵了 哇 這個量有點多喔 好 那這隻強弩過來 再繼續騷擾 讓這邊繼續收村 好 終於點下了化學跟母子環 那這邊工兵喔 終於完成了 那到了帝王時代喔 大約 又過了五分鐘喔 才可以點下這些東西喔 算是蠻克難的 所以這一次的改版喔 確實對工兵果喔 造成一定的傷害了 並不是說工兵就是不能打 但是要打工兵還是能打 只是工兵的一個強盛時期喔 會被拖緩一點 好 那遊俠 點下了 條盾遊俠一出來之後 這個傷害又要突飛猛進了 好 好 直接開射 那個化學 化學還在點 欸 這裡是不是有洞啊 欸 這裡有洞欸 這裡有洞 好 遊俠升級好了 遊俠一升好之後 血量又再出四十滴血 血量來到六百八十滴 血量的遊俠強弩 還是不好打的喔 這邊只要這一隊遊俠過來 然後後面再來一隊遊俠 就可以直接包淘掉這一頭封兵喔 那要看這邊 好多人 有沒有靈性啊 哇 這邊直接被強弩秀了一波 被射掉非常大量的遊俠 哎呀 可惜了 哇 剛剛這遊俠直接被一發一致啊 大量的強弩就是任謀 好 但是這邊喔 一個東升級西戰術 後面又到 繞了一些遊俠喔 到了這個馬來加的後面喔 我燒了 然後又變城堡 他也被巨頭開始拆了 那這邊條路看起來是要遊俠一直線喔 那順帶一提喔 雖然條路的遊俠 進防有西喔 但是並沒有辦法去 擋這個箭矢的傷害 並沒有這個箭矢的傷害加成 所以對於箭矢來說 被射到還是很痛的 相當於Vecombo的特色還是蠻痛的 但是目前看起來 馬來加里有點沒辦法應付了 這裡被深蹲擊西的地方太多了 阻力部隊現在還在回救 這裡並沒有地方直接回家救 繞了一大圈喔 大量的村民鄉被砍殺 村民樹來到了剩下九十村 還在繼續往下降 那這次這邊馬來已經轉出了大吉兵 又要來直接抽遊俠了 這個大吉兵的話 還是能稍微抵抗 但是村民已經降到算七十二村了 村民損失非常慘重 還在降 降到六十七村了 哇 已經算是條頓了一半 條頓的村民非常大量 但是這邊吉兵直接硬戳 但是遊俠量太大了 強奴回來救 經濟還是遭可能巨大傷害 所以你們看到了 好強奴要怎麼打 好就這樣生動繼續 欸這邊你沒有踢地板 他沒有走 欸呀 直接錯過了頂方遊俠 好右邊大量遊俠走進來 能不能 再殺個幾村呢 再把天氣 退掉嗎 好像有機會 雖然有小毛在旁邊射了一片遊俠 但是應該手撕掉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直接手撕掉之後 出來的村民也被砍了一個一波 很多村民快要降到剩50村了 但是條頓這裡是不慌不忙 繼續出遊俠繼續再想要騷擾 那巨頭也在慢慢插喔 但是在那邊往前 但這部遊俠也確實做到蠻多事情的 還差了一個TC 喔兩個TC 這個弓兵喔 最大的問題也就是這樣子喔 沒辦法 他有機動性的去多騷擾 可能就被人家放風車 看牆壘直接開射 條頓這邊轉出戰盲 我覺得效果可能不太好 但是以打這個級兵來說還算不錯的 雖然只有二級一次喔 但還是有化學 基本上少一攻 還能接受 好彈道學補下了 哇 還升級投石車喔 升級投車的話 馬來會很難打喔 那這邊毛兵稍微反擊一下 但是強的還是太強了 巨頭直接硬拆對方巨頭 巨頭兩排 能不能打掉 遊俠這邊會硬上嗎 急兵這邊要硬戳 好先上高定 直接開戰 看後面的毛兵也在後面輸出 欸 這裡有幾隻人回走了 但是這邊強的需要太多了 遊俠有點難抵抗這一步的進攻 全部遊俠倒地 剩下戰毛了 戰毛也沒有怕直接硬打的感覺 好彈頭車出來 頭車一出來 戰況就有點改變 哇 哇 哇 吃了三發 四發 六十幾隻的強弩 直接損失掉了 剩下二十幾隻 一半的強弩直接被頭車砸光 好那這時候 化學也好了 戰毛兵攻擊變3加3了 3加3的話就還不錯了 拿這個提兵喔 效果就比較好 有啊 強弩也是喔 對 強弩這邊也會這麼硬插 力量摸起來的一個強弩喔 去主為一句啊 我遊俠直接硬上就沒問題啦 他的遊俠 我要任務啊 可是要趕快把這個巨頭拆光 避免對方有個反攻的號角 好 看起來強弩要倒了 工程師製造工程師 工程師 工程工程師也準備研發好了 那這邊測成又再增加了喔 這個頭車喔 打霞姆的效果就更好了 我這邊蓋一個城堡喔 想要來挖這個石頭嗎 看起來有點像 但是馬來這邊 並沒有太多精英技喔 可以去做一個抵抗了 看起來是要量透透了 好 這次我馬來頂一下了 裝甲升級喔 終於想到升裝甲了 不然被這個戰毛打太痛了 但是我覺得看起來是 沒什麼希望了 這一波只要戰毛走進來 強弩也沒辦法做到太多事情了 而且強弩本身也要斷金喔 沒辦法再繼續打這個強弩的一個戰術了 然後黃金野間部分也被條頓控制著 反而是條頓可以再繼續出黃金冰董 繼續再做騷擾 基本上是有點 被壓折打的一個概念喔 嗯 條頓這邊只要不慌不及喔 慢慢把城堡往前推 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可以收掉馬來這一局了 馬來這邊村民宿也沒拉起來 看起來 看起來家裡依舊是被鬧得很慘喔 只能打出GG 哇 這個條頓這一波打得算是不錯喔 前面有點被馬來打得 頭破血流 但是後面喔 利用這個油小 直接聲東擊西 超級大閃兵喔 然後讓這個馬來 直接家裡經濟崩塌喔 然後強弩正面 又被這個頭車砸到 所以導致馬來這邊 本來有機會可以逆轉一波了 頭實測還算蠻關鍵的喔 然後呢 經濟部分看起來沒意外都是條頓喔 畢竟這個馬來要村民宿損失太多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囉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